歷史公民行動臉明有公布 世界性能產業現狀的報告 管理團體是表示這份報告 對1992年就開始分析 世界上性能的出世 報告裡面也就是說 目前全世界用性能發展的比例 越來越低 加上技術的進步 用再生能源發展的成本也在降低 電動用性能發展的成本 越來越貴 從你港島村部一個月 沾對中心客棟 技術的期待 二三款體出世界 雲林三夾現狀報告中文版 這次一九九六年時 雲林發展減全球 進體發展量十七點五%是最關風 路部是年下降到日空日空年 已經剩十點一% 而且現在有三分之一的 反應路已經穩穿三十一年以上 發生宮崎延宕的狀況 甚至有五座 就已經蓋了超過十年 然後有兩座是蓋了這個超過三十六年 五十年間新建的反應路 每八座就有一座遭到這個擱置或是放棄 學者表示 財政令元因為技術越來越進步 每度電的成本是越來越多 比平之下 雲林發展每度電的成本 率是越來越高 從中間有一些是政策管制的成本 那也很多是這個安全的成本 因為說原來我們的做的防護 可能太不是很足夠 那需要再更精確的這種 這種安全措施 那以至於這成本不斷的疊加上去 官團表示 發生過的財政的日本 雖然也中心結論財政 不過並沒有順利 一空一空年 日本財政的占比只有五% 比起一空一九年的7.5% 還有財政進行的30%是比較多 記者 各位觀眾水 台北報導